大家好 欢迎来到newest的手机大人 在手机处理器这个领域 像是华为麒麟 高通骁龙 苹果A系列 三星猎户作 还有联发科是最为大众所知的 特别是联发科天机在5G芯片中上演逆天翻盘 得到了众多手机厂商的青睐 迎来了大量的订单 谁曾知道 这个心愿儿 它是几斤臣服才发展到这里的呢 联发科起步于DVD制作 03年转型手机芯片 以低成本的优势迅速发展 在三寨机中占据半笔江山 甚至在09年被称为三寨机之王 之后紧跟时代的步伐 于11年再次转型进军智能手机市场 然后在15年 联发科退出了犀利品牌 想要打破高端市场的壁垒 可惜因为技术设计的原因 虽然低功耗 低反热 性能也比高通强 但可惜因为长时间运行手机就出现了降频问题 另消费者转头高通怀抱 最终折挤承上 在他的经认者X20和X25身上 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摆扇 直到17年的X30成为该系列的决战 联发科成绩于千元机市场没能出圈 紧接着在1819年 联发科陆续推出了P60 G90系列 同时还联合手机厂商推出了定制机型 比如G90P就是小米与其定制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 然后在中低端市场中取得不错的反响 一直到5G爆发的今年 联发科一举推出天机芯片 我处于一个档子天机820可小胜麒麟820 天机800的综合实力也优于三星 Innotion 980 而且国内手机界占据旁边江山的华为 由于麒麟处理器生产受到限制 所以必须寻找新的芯片厂商 以应对明年的手机生产 而联发科恰逢其时 华为下半年将更大量的采购联发科的天机芯片 不仅仅是华为 天机系列芯片强悍的实力 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多国内厂商的订单 出货量大增 联发科已经分三波向台积电追加订单 包括7nm和12nm芯片 甚至开始排队5nm生产线 趁着这个机会 联发科有望一举进入高端手机芯片市场 感谢观看